随着光纤的大量普及及应用,现有的数据中心布线解决方案已经不适用于当下极速增高的网络数据信息传输要求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数据中心高密度布线解决方案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电信中心、企业和校园开始使用MTP-MPO布线系统。 MTP-MPO布线系统使用MTP-MPO光纤跳线、MTP-MPO光纤配线盒、MTP-MPO适配器和MTP-MPO适配器面板构建而成。 首先它组建这样的一个布线系统需要用到MTP-MPO光纤跳线,它由MTP-MPO以及光缆组成,用于多膜和单膜应用中。 根据光纤星数的不同,可以将MTP-MPO光纤跳线分为8星、12星、24星、36星、48星、72星和144星7种类型。 此外,还有根据是否有分支可以将MTP-MPO光纤跳线分为MTP-MPO主干光纤跳线和MTP-MPO分支光纤跳线。 其次呢,我们需要用到MTP-MPO的光纤配线盒,它具有不快化设计,插入损号D,部署灵活的特点。 通常部署在数据中心的高密度MDA和EDA的ODF中,也可以将它安装在机架式或者壁挂式机箱内实现容量扩展。 接下来呢,就是MTP-MPO的适配器。 它可以准确地连接两个连接器,广泛应用于光纤通信系统、局域网、广域网、光纤接入网和视频传输中,并且具有插入损号D、互换信号和耐高温等优点。 MTP-MPO的适配器面板采用的是标准化的插口串锁结构。 这种设计使得它可以轻松地与各种设备进行连接,而且它还可以帮助你提高端口密度。 MTP-MPO适配器面板还有四端口、六端口、八端口和十二端口可供选择。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端口数量。 那如果你对我们的MTP-MPO固线系统有兴趣的话呢,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